凤凤 明天天气好 我请了一天假 我们一起出去一趟 方便吗 方便 哎 不是说结了婚就是老夫老妻没什么激情了吗 为什么现在照人凤和三哥却这么恩爱 等晚上夜深人静了 你别睡觉 我有个宝贝东西要给你看 宝贝东西 是什么 你听说有宝贝这么激动吗 没有 还说没有 你这脸都快红成猴屁股了 到底是什么东西 不能现在给我看吗 既然是宝贝东西 当然只能放在家里 不能在外面看 而且我只点你一个人看 宝贝东西 不能在外面 只能给它一个人看 这枝子花好香 不仅仅是香 还可以入药 都是村里人种的吗 在山上挖的 现在村里人的日子过得好起来了 也能花些心思在这些花呀草的上面了 我打算去了京市以后 扩大咱们药材田的生意 不只是咱们家种药材 家家户户都种药材 每家每户一个单位 种多少药材得多少钱 这样咱们能够帮助的就不只是单家单户 而是每家每户都能一起致富 不错的主意 和我讲到一块去了 只是咱们还得先把这份心思收起来 扩大了生意 再来让村里人种植药材 这花戴在你脸上真好看 谢谢你 我很喜欢 少女的唇触感柔软 被她吻过的地方酥酥麻麻的 沈轻松下意识地将手覆盖在上面 仿佛她的唇依然在 回到家时 李梅正在洗冬春两季换下来的被套 找人缝想要帮忙 但沈轻松却不肯 只要她在家里 家务活全都是她做 不会让赵人凤昧着 你先去洗澡 等洗完澡了 回来我再给你看宝贝东西 现在不能看吗 不能 宝贝东西只有洗干净了才能看 不然浑身脏兮兮的 多不尊重人家 好不容易急吼吼地洗完澡 明明是回自己的房间 沈轻松却像坐贼一样 三哥 你平常洗个澡 至少需要十五分钟 今天我掐着手表数了 你却只洗了八分钟 现在是夏天 洗澡本来就快 现在是不是该给我看看是什么宝贝了 赵人凤从身后的盒子里面 拿出两个玉雕刻的挂件和两块木头 最抢眼的却并不是触手升温的玉佩 而是赵人凤手里的那两块木头 这是哪里来的 成脚寄过来的 他说当初我们离开广市 他正好在坐月子 没来得及送我们 后来就让他父亲赵人做的木偶 这手艺很不错 雕刻的活灵活现我很喜欢 这玉佩是他们去广市的佛寺 特地为我们求得 开过光 沈青松这才知道 这就是赵人凤所说的宝贝东西 是他想歪了 沈青松 我问你的问题 你对我什么时候有感觉的 不记得了 但是我记得我是什么时候发现我喜欢你 苏叔雅那次你说要分开 我心里很难受 不想和你分开 想要你留在沈家 永永远远当我的妻子 有件事忘了和你说 赵人凤同志 我叫沈青松 今年26岁 职业是部队的现役军人 职务是副团长 军人每年的假期很少 我现在是属于特殊情况 才能天天回家 如果不出意外 以后到了广市 只要上面有任务下来 不管我在做什么 都必须马上执行 做军嫂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未来的日子里 我提前跟你说声对不住 我知道 我从16岁开始当兵到现在 存下来的钱 买了精致的房子之后 就剩这些 本来这些钱放在娘那保管 前阵子我全部拿过来了 虽然不多 但这代表了 我想要和你一起好好过日子的诚意 很多了 以后我帮你保管了 赵仁凤同志 以后我每个月的钱和票 也都会交到你手里的 好 赵仁凤再一次点头 说啥都没用了 毕竟这个年代了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什么滚床单都不存在啊 一大早 沈青松就在这赵仁凤 准备去动物园逛逛 赵仁凤虽对动物园没什么兴趣的 但脸上还是装出挺高兴的样子 我过几天 要先行一步去京市部队报道 到时候你开学 我不能陪你一起去了 如果有什么事 你就找朱晓风 等你到时候到了京市 我来接你 赵仁凤正听着动物园里的孔雀 在和他去说 待在这有多么不自由 猛然听见沈青松 说了这么一句话 嗯 原来沈青松 这是特地来交代这件事啊 这种事在家里讲一句就可以 为什么这么长途 把涉到动物园来 说完这一句 沈青松也觉得无话可说 平常他们在大事上 想法挺不谋而合的 不知道为什么 想要谈情说爱 却刺穷了 沈青松有些着急 额头冒出细细的汗 绞尽脑是想着 要怎么和赵仁凤 寻找共同话题 最后只能叮嘱说两句 翠翠现在年纪还小 这人没有防备心 你帮我看着他点 要是你劝不住他 就打电话都不对 让我骂他 我 这是被沈青松脱哭了 蛇 又蛇 没关系 他已经走了 在这样的氛围下 赵仁凤也不知道 为什么沈青松就低下头 一副要吻他的节奏 还好这周围没人 不过赵仁凤还是犹豫 要不要提醒沈青松 这是公众场合 万一有人来了 他们可就完了 但是正中之间 沈青松那张俊脸 已经凑过来了 本来还以为 沈青松吻完会有点后续 带着他去招待所 吻个狗之类的 可沈青松 就只是短暂的贴了一下 好了咱们回去吧 这 这就没了 没有然后了 动物园外面有个饭店 里面有包间 咱们今天中午 就到那吃饭好吗 我走的腿有些累了 想在那休息一下 好 那个年代 饭店包间是个很新奇的东西 还是从京市那边引进过来的 窗户只有很小的一扇 显得是白天也没有开灯 这就导致里面没有光 显得有些黑暗 孤男寡女的 在这样的环境下 更显得暧昧了几分 特别是在沈青松下意识 有意图有目的地 向他靠近时 他很想像个被摧残的小百花 一样捧着手 可怜巴巴看着沈青松 说一句 青松哥哥 你要干什么 我怕怕 现在咱们周围没人了 你可以继续 刚刚在动物园里没完成的事 赵仁凤本来还打算 在这样的环境下 自己主动和沈青松 增进一下感情 可是沈青松只是点到为止了 然而在不久之后的将来 赵仁凤才会明白 这简直就是一头 披着羊皮的狼 娘 嫂子 咱们村要同店了 这是真的吗 咱们村也可以通上店了 上面都下来通知了 这就肯定错不了的 大家伙就尽管放心吧 我说嫂子 你们家可是娶了个好媳妇呀 本来通店的事下来的 没有这么快 还得明年才轮到咱们村呢 但是上头很重视 赵仁凤的药材田 就加快了进程 那我也算是 沾了我儿媳妇的光了 对了 有个事 我想先和村里抱贝一生 我打算起新房子 村里不知道 有没有能帮上手的 这是好事啊 你们家地这么大 青松又娶了媳妇了 正好可以见得大些 这么多人也够住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打地基 是起红砖平房吗 不是 起楼房 什么 咱们家要起楼房 娘之前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起过 因为沈家是这十里八村 第一个要起楼房的人家 打地基的那天 不只是村里的人来了 还有隔壁村 也有人过来看热闹 这年头 起个红砖瓦房 都是有钱人家 起楼房更是稀奇事 刘老太带着刘金宝的媳妇 郭春依到了白山村 看到沈建从不远处 用手推车推了一车子 沙子过来时 眼睛里都要冒出火来了 沈家 沈家